尽管乌克兰希望在该国上空设立禁飞区 然而从北约和美国拒绝的这个要求 可以看到他们制裁俄罗斯的立场虽然坚决 但还是非常小心谨慎 确保在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过程当中 不会逼得太紧或逼得太绝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指出 一些制定对抗俄罗斯战略的美国官员 已经开始担忧另一种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把俄罗斯总统普京逼入绝境的话 可能会适得其反 他们说最近针对俄罗斯雪崩式的制裁速度 比他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快 而普京很有可能在深陷困境的时候 发动更猛烈的反击 从而导致冲突蔓延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 甚至殃及美国本身 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 最近几天在战情室会议上 这种担忧被一直重复的提起 美国情报官员描述了一系列 普京在面对施压的时候 可能会采取的激烈手段 比如说全面炮击乌克兰城市 针对美国金融体系发动网络攻击 提出更多的核威胁 甚至是让战争扩大到乌克兰境外 那有部分美国的官员也在闭门会议上警告 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把冲突引向美国 从而转移外界对于俄乌冲突的注意力 报道还说 如果普京想要打击美国金融体系的话 那么发动一些训练有素的黑客 以及勒索软件运营商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这让美国国会议员开始担心 普京可能通过黑客发起勒索软件攻击 造成美国的医院肉类加工厂 以及输油管线等等瘫痪 而局势升级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普京把威胁进一步推进到 摩尔多瓦或者是格鲁基亚这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并不是北约成员国 所以美国和北约的军队不会进入这些国家 另外更大的担忧其实来自于核威胁 因为白俄罗斯在上个星期 是已经通过修宪公投 批准放弃他们的无核地位 也就是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很有可能会要求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 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各国更加近 由于担心把普京逼到死角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也提到 美国情报机构在预测普京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需要综合评估他的精神状态 以及他的雄心和冒险意愿 是不是有因为这两年新冠隔离而有所改变了 为了预防局势突然变得难以控制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也证实 美国跟俄罗斯正在建立一条电话热线 以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实时通信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坦诚 尽管存在种种担忧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美国正在考虑要采取措施 来缓解紧张局势 有名高级官员表示 美国无意放弃制裁 而且还在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 是扩大制裁力度呢 美国无意放弃制裁力度